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言之志 回到繼續劇情,上次講到打完寺院塔的挑戰之後 我們回來就會接受拿茲的真正道館挑戰 上次因為他放水,所以這次 我們完成了他所謂的挑戰之後,我們就可以認真跟他打 而且我也先講一下,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跳了道館 正常來說拿茲是第五個道館 但我第四個道館都未打 所以有點不知是否正確 但應該沒問題,如果亂打 即是不跟次序的話 好,我們先跟拿茲聊一聊 如我所料,你真的回來了,好 讓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變強 是不是也是單打單,真的 好,我們先估計一下初見環節 我估計他應該會用有機納 應該不會是負敵 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比阿超的內斤有點低 所以我們唯一的勝算應該是把他麻痺 然後就把他打贏 OK,就是這麼簡單 戰術 這個戰術就是這麼簡單 OK OK,宣佛馬上輸了 完全贏不到 嘩,還要扣了一千元 10萬伏特打他一來完全不扣血 二來就是再測試了那招技 並不是先制技能 而是一招普通的65攻擊技能 我們連唯一一個勝算就是先制技 都沒有了 即是說我們必須要把他麻痺才打贏 OK,那我們不想太多了 我們下次再打這裡 好,我們不打了 君子報十年未晚 我們下次... 喂?他不讓我通過過去嗎? 我想問西爾佛公司有些什麼 有大師球在裡面 大師球隨便收拾 每約進入大樓的權限 歡迎,社長不在 好像送我替身 這麼有趣 這個地方 感覺這個地方呢 大呀大呀大 我覺得應該要加插多少少員工 雖然他原版也是沒有員工的 但如果多些不同的NPC 其實感覺比較新鮮 你不會像以前 火熊那個... 那個佈局 那些人數 那些AI 多一兩個 可能我新鮮感就會大一點 OK,進來威嚇 我們知道那個招不是先制 其實真的有點廢 如果那個招不是先制 感覺整隻比加超都毀了 這樣 還可不可以用比加超贏到... 贏到...什麼呢? 贏到...什麼呢? 就是贏到... 尤其立那裡呢? 即是超能力道館 放電 這招厲害 搞到我連... 這招電光都不想搖 我們丟下招陽光吧 我們放電有用的 因為只要麻痺到尤其立 我們有機會贏 現在是... 差這一步 那這些就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對峙 我們直接飛過 因為這些都比較沉悶 好,直接跳過 好,剛才用一用小火龍去打一打訓練家 那就進化了 現在變成火熊龍 OK 現在暫時還差最後一個 我們打完最後一個就OK了 打完這個就直接挑戰拿茲 我覺得我們比加超應該有機會贏到他 現在快去打那個拿茲 拿茲 我們都是用比加超打了 但是呢 都是要靠麻痺打 那邊 如果不靠麻痺呢 不夠尤其立快 因為尤其立太快 這就是 거의我我講的是 的一部分是最初代的... 最初代... 最初代打天王的首選 不是 是通關首選 的有機藍 基本上用得他就... 實行沒有刺 除非對方是我 除非對方是 是殼制著超能力 即是有抗勝 否則也會是有機藍通關的手損 來,我為了打這個有機藍 專門學了一招放電 我們看看這個戰術可不可以有效地打贏他 29,其實我比他高 我高他3 OK,現在念力不是很痛 好,麻煩了,非常好 放電打一半血,證明他突防都偏高 我們用蜜弓打 大家看,蜜弓是高一點的 嘩,厲害 如果這裡沒有麻煩,是不夠他快的 他不是先制技 好,做得很好 承認你是一個有天護強大一分之家 你是金色徽章 招式機給你,冥想 可以提高特攻和突防 我剛剛才看到他這個是不是就是那個徽章 哦,不是 誒,他為什麼是 這個是第四個嗎?這個是 那個是 Elika那個徽章 彩虹徽章 對 後有些什麼誤會 我印象中記得他這個不是什麼的 他不是拿這個徽章 好,不過我們不要緊 他應該 應該是這樣走 沒錯 試一下過不過得 過得的話證明是沒有錯 小霞? 你也要去玉紅市 那是美麗的城市 充滿了機遇 好,你要去道館應該猜到 我們應該來一場練習賽 竟然 嘩,四隻蟲 不要緊 我們有機會贏 我贏的機率很大 對面水系 原黑 又有水 又有雷 又有草 還可以贏到我? 嘩,真可憐 這招十萬伏特 又是碰死黑屬性的重 已經想拋棄這個比加超 阿珍之前已經跟我說了 快點丟掉比加超他 他是婦女 真可憐 第一次補死黑屬性 水槍 嘩,一滴血 比加超果然厲害 不過我對他的栽培 我們只剩一滴血 反殺對面 非常好 沒話說了 抓你在道館好運 我真是單純挑戰 沒什麼特別 嘩,不是吧 他站在門口 他沒有 進展點 你只有四個徽章 太失敗了 我已經有五個了 你有多少個精力 只有這麼少 你們都說不上 大木茂 再見 大木茂 是他 OK 我還要跟他打 那就是說證明他這條路是對的 打完拿茂之後再打這邊 這個是什麼人 女朋友教了這個招式 渴望 這招式是偷東西用的 渴望的招式 咦 上面有隻 色違的吉利膽 非常少見 嘩,這個地方 這麼漂亮 剩下 是不是想引人賭博 你每有代幣客不能進行遊戲 什麼 這個 吸引一張阿爾宙斯卡 嘩,好像很有趣 我們今集的路由就是這個賭錢 不如 三合卡牌 嘩 這麼有趣 這個是什麼 旗盤對戰 OK 我們今集就不是對戰 今集就是只玩這個卡牌遊戲 代幣盒 可以換物品 這個嗎 哦 這個是 這個是PC的抽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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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機制 我們先找那個代幣盒 據我所知是不是這個人 是 研究探訪這個獎品區 煙霧 種子 木炭 水滴 黃色玻璃 沒什麼用 多變獸 哈哈 哈哈 我有個想法 我想用VD龍過關 突然之間 這個是什麼人 千露 先聽一聽它的遊戲規則 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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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踩地雷 是吧 哦 OK 我大概明白了 它 它右邊寫著 那些雷電球 即是說 它這一行裡面有多少 多少炸彈 這裡有三個炸彈 這麼多嗎 哈哈 好難猜 三個 看看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三個 嘩 好煩 這裡有一個 這個 哎呀 哈哈 不是這個 哎 哎 OK 不要緊 我再玩一次 好 我們先按所有零 那些 這裡全部零 哎 贏了那麼快 哈 這樣就贏了 OK 遊戲提高兩級 應該這樣玩 然後上面這裡 類似那種 素毒 類似那種 遊戲 一個 即是這一行有一個 嘩 好多 這一行有一個 嘩 一定的 1026 嘩其實也挺容易玩的 它那個是 免費給你 是怎麼玩 不錯 這個卡片 就是買這個 為什麼只買這些 這是我身上有的 火恐龍卡 還有奇異草卡 還有一張鬼屍 看一下可以怎麼玩 卡片不足 為什麼 卡片不足 它要多少張 好 我們隨便撿些上去 60元是你魚雲 夠不夠 應該夠了 夠了 火恐龍 火恐龍 奇異草 比加超 車里桂 鬼屍 鬼屍 OK 這樣吧 選擇手法 對面的手法 移動中 4 3 2 2 這個 怎麼玩的 放在這裡 妖精是 放在這裡 它變了色 是不是代表 代表變了它那些 放在這裡 飛行鞋 飛行鞋 這隻 放在這裡 我贏了 拿了阿爾宙斯卡片 阿爾宙斯卡片 哇 好厲害 這張阿爾宙斯卡 好厲害 但對面明明有阿爾宙斯 為什麼它不出阿爾宙斯呢 火手法 OK 隨便 裝著車里桂 在捉黑角 火系 站在旁邊 咦? 有這隻羊 然後站在這裡 阿爾宙斯 這裡 贏了 OK 這個 感覺不太知道怎麼玩 這個呢? 它不能走 不讓你走 鬼師 鬼師好像挺厲害 拒手法 皮皮 好厲害 其實是否只要 高分了它 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喔 那我大概明白了 OK 我大概明白了 4 應該是看它那個數字 比如我放在這裡 我的數字可以大於旁邊 應該就 應該就贏 這樣算 所以我放這個應該都贏到它 對 應該就是這樣 但是它這裡 這裡就有問題 因為對面吃不到我 它這裡就放了烏龍 可以吃了它 好 就站 就吃了這裡 這樣就贏了 哈哈 想贏我 天真 我已經搞 明白了 你這個卡片遊戲 怎麼玩 嘩 為什麼有那個 屬性表 現在 鬼屍 是不是必定要那個屬性才行 不是吧 那我不是自然 試試把鬼屍放在這裡 可以 地面 為什麼要這樣算 不太明白 啊 都是我贏 應該都是我贏 看一看都是我贏 嘩 嘩 嘩 你輸眼了 啊輸了 哈哈 但是他們 沒有獎的 這些 有沒有獎的 是不是 他有給我 但是超廢的 他給的東西 我也是 用回我 就更厲害 手法 好 我們先選個 呃 其實最好應該是放在這個位置 最好是放這架 我猜這架最好 唉 馬上被你吃了 不過不要緊 這裡 他1 1 我球技放 火龍 我可以 然後這裡 阿爾秀斯站這個位置 好 這裡 我們再站這個位置 OK 贏了 雪吞蟲 那就贏了 好像挺好玩 但是如果只有4個對戰 其實就沒什麼說很大 因為他們只有4個 就是只有4個的對手可以打 當你贏了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對面的隨機一張牌 相反如果你輸 就必須給對面一張牌 嘩 這麼可愛啊 可以買卡 哇可以賣卡 阿爾秀斯卡多少錢啊 喂 喂 他不停給阿爾秀斯 我就 那我不停打阿爾秀斯 那就可以不停賣一張卡 幾千一張 因為他4千元一張 喂 這個位置是發達位 這個又不難打 我知道打齊一套阿爾秀斯 他不是輸眼 對不對 譬如我又打多一次 然後我又有多張阿爾秀斯 我基本上都不用想 就這樣丟掉阿爾秀斯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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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都贏不到我 哇 原來錢是這麼容易賺的 就在這個 炎之節裡面 OK 立刻找到 賺錢的方法 大家 學會沒有 賺錢大發 OK 今集的炎之節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看看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可以玩一下 還是還是還是 還回主線任務 挑戰道館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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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